吉安相公所举办了111年第二次村长纪村干事联合业务汇报 由乡长游淑珍主持各科室主管列席报告 透过每一季一次的汇报 携手村长们来落实村林各方面的基础建设 也将各项的政令宣导资讯正确的带回各村来宣导 让地方的政策推动能够更加的圆满 吉安相公所举办111年第二次村长纪村干事联合业务汇报 由乡长游淑珍主持各科室主管列席报告 乡长游淑珍表示 相公所针对即将到来的防汛期启动了全乡公共设施巡查作业 委托称林长针对周边区域排水勾盖来进行清查和回报 这次我们针对于即将来到的防汛期 然后开启了许多的建设的一个执行面的具体作为 包含了我们也把我们乡镇这个邻里巷弄里面的水勾盖 腐蚀的或者是阻塞的全部一致请我们的领长到位的通报 除此之外我们相公所也准备了这个防护锥 还有警示灯以及最重要村长要出门的一个安全 这个工程帽 我想公寓上其实我们有很好的保护措施 不管是三角锥或者是警示灯 告诉我们的乡亲这里危险 让村长去服务的时候 同时保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 我相信有更好的防护才能够有更好的乡镇基础的推展 既然乡公所还特别采购了基础建设配套设备 发放每位村长交通锥 安全警示灯 还有工程用安全帽 协助村长在乡内发现有立即性危险的时候 可以马上开启警示作用 而会议中村长们也针对了道路铺陈 排水沟渠 环境清洁 还有绿美化等议题提出讨论 和乡公所团队来发言交流 共同为解案箱的建设严商对策 也把各项建议依全署入案追踪 以作为解案箱未来各项建设发展的参着依据 介统会解案箱报导